还有一个部分 我们把这个完成这一题就OK了 然后再来的话 第五个编辑投影片3的图表 OK 所以这边最后 它的主持就是投影片3的图表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把那个 投影片3选取之后的话 图表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图表 那我怎么样去点选的话 建议还是点这个框框就可以了 OK 点一下框框表示选到这个图表 那接下来的话题目要我们做什么 就是把这个图表的部分 它本来是直条图 要把它变更为折线图 怎么样变更这个直条图变折线图 所以当然关键部分的话 还是需要找到有一个功能 叫变更图表的功能 OK 这样那个isro里面也有一样的功能 并且套用样式所有的部分 然后再来什么 新增这个图表的标题 所谓的图表标题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图表上方 现在没有标题 那有标题的就长这样子 就长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基本上这几个字好像在哪边似成相似 其实就是这几个字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拿这几个字 拿到哪里 这个图表这个地方做个标题 那这个地方还有哪些要求 它说这个图表区全部这个字型要变更 变更为这些 OK 然后另外的话还要做个动画效果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就是把它改成折线图 那改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 一一样记得选投影片3的这个表格 点一下OK 你记得不要点错位置 如果你点错位置 它不会出现这个功能 你要点这个图表 那我是建议如果它出现双线 我是建议你就点外面这个就好了 比较不会有万一 那点了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在它的右上角 就会出现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是在设计里面的变更图表类型 OK 点一下就好 上来的话它原来是直条图 有没有 这个是群组直条图 那它说要变成所谓的折线图 OK 让大家折线图点一下 里面的话 折线图还有分成好几种 这一般的折线图 还有堆叠折线图 另外还有什么 百分比折线图 有没有 还有什么 还有资料 还有点 这上面有个点 有没有 OK 有这么多 不过它好像没有要我们做这么复杂的折线图 它需要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折线图 然后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折线图点一下按确定 马上就变更了 你会发现其实这一题也主要让各位比较一下 不同的图表类型 在阅读上面 其实差异性还蛮大 刚刚那个直条图有没有 它主要是强调是它的数量是多少 可是它没有办法看出一个时间 比如说1到12月份之间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要看变化 像疫情 你会发现现在疫情 它有些时候它会让你知道说折线图是往上还是往下 如果往上的话表示疫情越来越严重 往下的话表示疫情受到控制 有没有 像这个出口统计表 如果你可以 假设如果你拿今年的图表来看 可能到1月2月3月应该一直往下滑 所以出口可能越来越衰退 OK 因为可能进出口 或许是美国 美国好像我刚刚看报纸 它的GDP整整就腰斩 马上掉了30%的GDP了 OK 那严重性甚至比一个战争还更严重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完成第一点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新增图表标题 然后里面就这些字 然后将位置移到最左上角就对了 OK 所以怎么做呢 1.我们如何增加图表标题 最简单的方法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希望增加图表里面的东西的话 在这边有一个按钮 一个加号 加号其实就是说 你要在这个图表里面加什么 其他的东西 那你点了之后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选项叫什么 图表标题 有没有看到 他预设是已经有坐标走 有没有 所以这个坐标走如果你点开 坐标走不见了 有没有 还有什么相关格线 图例 图例就是这个下面的东西 那我们要增加什么 增加那个图表标题 打勾就可以 那上面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字 把它从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干脆 你就把这几个字 复制 切过去就好了 复制 Ctrl 字 有没有 然后直接这里选取它 切上就可以了 下来的话 然后它说 要把这个 这个 我刚刚好像漏掉一个部分 就是那个 在变更 这个之后 我们好像还要 在图表样式部分 还要再找到那个 则线图的样式12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它说要把那个样式 把它改成样式 所以点一下 这个刚刚漏掉这个动作 把图表样式变更 变更完之后 选图表样式12 然后再新增什么 新增这个图表标 当然未来 如果你还要再增加其他的 也可以从这个项目里面去增加 那图表 这个标题的话 实际上预设 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那坐标筹 就刚刚看到 还有图例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下面这个叫图例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图例取消 你就把它打勾取消 其实还有其他的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大家了解一下 每个项目 大家有没有运算 它是底下还有列表 把列表 但其实如果说 要图要表都有 OK 所以将来要怎么样去呈现一个 很一幕咬栏的爆表 其实蛮重要 因为将来 你一个公司 有时候就看这个 还有你要给老板做决策的时候 让他知道说未来哪一个产品会大卖 你可以让他知道说 到底哪一个向上或向下 一幕咬栏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 最后这个图表表要放在最左上角 所以左上角你就往左上角一拉放开就可以了 那就放在左上角的位置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放在左上角 好 那再来的话 他说把全部的字改为这个字的色彩 OK 图表 区全部改为黑色文字1 然后较前百分之50 然后字的大小为24 24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那选的话 记得选整个 整个 所以选这个框框 接下来的话 字的大小 其实最简单 从这边可以看到 就刚刚那个地方看到24 有没有 你就选整个选取之后 然后你再去选什么 选这个24 他就全部变24 好 他当然如果你要个别的话 你就个别点 因为他全部就全部 OK 24 接下来的话 他还要做什么 刚刚还有色彩部分 色彩从哪边呢 这边说 字的色彩从这边 有没有 字的色彩点下去 找到那个黑色 黑色就这一排 黑色的哪一个 文字1 较前50 所以刚好在黑色的最下面这一个 点一下 这样就OK了 看起来好像 其实差异不大 OK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比较 浅一点的 较前50% 较前35% 有没有 这个是较前5% 应该理会上讲起来最上面这个是应该就整个就黑了 他5%有点像 有点像西市的一点点就是95%就对了 好 再来的话 我们最后还有什么 这一题完的 最后还有动画 动画这个地方蛮重要 而且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我们先播一下这个动画 它好像有一个预设动画 你点下去 它整个就呈现了 可是问题 如果我希望 有一个效果是1月2月3月4月5月一直到12月慢慢出现的话 这样感觉起来会比较有那种时间性 一个时间轴的概念 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1.一样选这个图表 2.选择动画 动画里面的话 它的这个选项在哪里 特别是 记得一样 它是放在隐藏的这个效果里面 动画 记得一定要选这个图表 然后选择这个隐藏功能 点击它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我是选图表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个页面里面会有个图表动画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希望说一点全部都出现的话 你可以选择图表动画之后 预设是整体 整体就全部一起出现 那你可以改成什么 按照比如说这个类别好了 按照类别 所谓的类别 然后它说什么 会是图表背景开始动画 这个地方我看它是没有取消 它说取消图表背景动画 所以把这个打勾取消掉 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差别 本来是整体 现在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效果在预览给你看 实际上播放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的时候 预设就是一刚开始是没有的 当你按一下滑鼠一下 有没有 一月出来了 再点一下二月 再点一下三月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当你做简报的时候 你可以一个月一个月慢慢分析 或者是说未来你要做哪个区域 或者哪个产品的分析 其实也可以这样 哪个产品或哪个地区等等的 那也可以马上慢慢出现 慢慢出现 你会发现这个是呈现什么 慢慢好像缓步 也没有说衰退 也没有成长 不过不同的产品 它会有不同的涨跟跌 看起来好像 这个化学品好像在十一二月往下 这个好像电机产品往下 不过各位可以去找一下 假如说找一下2019年的 或者现在2020年的 看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那现在的出口 是不是有成业衰退 这个资料应该也不难找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稍微去网络上捞一下 就是什么 海关出口贸易统计 后面加一个2019吧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在这边Google一下 你就输入这个 空一格20 跟2020看看 这边有 初步统计 那甚至你可以拿这个资料 看看他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初步统计资料 如果有的话 可以他有Excel档 有没有 增年增率等等的 我想你们找找看 有没有针对类似的可不可以拿来用 稍微改一下 所以待会 请各位试着做个变化 里面找一下 有没有可以做变化的 那把那个图表部分 把它稍微变更一下 名称结局你找的那个资料 是哪一种类型 然后资料的话 其实这个很简单 这个实际上 只要从Excel里面把它贴过来 就会长这样 其他部分都一样 字的大小可能要变更 格式可能变更一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做完之后 请各位就先把它存档 所以最后这个另存新档一下 存档的名称 请各位就是 也许把它存成 这个名称是 PPD204好了 204A PPA204 PPA204 然后把它存档 那做完之后的话 再试着到那个 我刚刚讲的 就海关出口的那个 贸易统计部分 看看能不能找到今年的 一个涨跌服 你或许可以试着找找看 有没有一个新的其他资料